general media 必须尽量用白话来行动 不要这么多技术和加工 这样业主提到明白的版本 去把报告简单化 这样业主有参与预感 因为我觉得有参与感的业主 他愈乐于来 但是很多时候general media 就变成是一个 你不要问问题啊 你compare你来做 所以就变成大家都不想去 有段时间马来西亚很喜欢用蓝色的水红 那属于APS 这种polymer material 它一旦老化 它就会硬 它硬它就很容易穿 Hello Ken你好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你大家光临看见studio 谢谢你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住公寓 好麻烦这回事 是因为我跟你通过几封inner之后 我发现作为一名公寓的resident 有太多的权利我都不太清楚 太多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 所以今天就麻烦你给我们 科普一下楼馆 或者是公馆方面的这些小知识 您是一位职业物业管理人 以官方的角度呢我叫register public manager 我个人是讲职业管家的 职业管家 这样你作为职业管家 就是你跟普通的management committee 或者是management office 我们公寓的management office的东西是什么不同呢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management committee是从业主里面所票选出来的业主代表 他们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我们职业管家呢是他们聘请的service manager management office里面那些工作人员呢有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可以是management committee direct employment 我们负责guide的stuff 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全包 就是说当顾客委任我们的公司的时候 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公司提供的服务工作的点 还有另外的情况是马来西亚也经常发生的 我们叫management committee self-managed 业主制 因为有一些楼 它的那个楼的那个量不太大 所以这些management committee 他们自己担任了之后呢 他们自己也在management office里面服务他们的接班 所以这也是合理的 只是这些差点是management committee是不拿薪水 它是属于voluntary services management office的stuff是属于employee 是可以拿薪水的 所以法律的制度在这一方面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management committee决策者 你就不要领薪水 但是你要做工作人员 你可以领薪水合理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拿捏 从三个情况 self-management committee committee engag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withstuff 或者是management committee engagement property as consultant stuff是他们自己的 都可以发生了 这样其实这三个情况之下 每一个有他们自己的一个pros 是的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从三个角度 第一是价钱 第二是认识 第三是属于服务的水平 钱肯定是业主治理最便宜 自己请工人 请consultant 也是相对的给掉链架 外包是最多的 因为stuff cost professional fee 这样一些杂费都会包在里面 它是属于最高的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看价钱 好像我处理很多project sucky 其实都是因为self-management 他们就把cosmetic 眼睛看到的都做得还蛮不错 但是statutally compliance negal compliance 几乎都没在做 其中动容来到我们手上 我们2018年被委任 它的最后 financial audit是2007 所以它是没有做 financial audit的 然后它的LEAD的CF是2015年就expired了 它的Boba是2003年 跟它的Gen6是2003年之后 就没有是LTDF 而且当我们问起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原来楼里面有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运气蛮好 这段时间都没有management 第二个就是 这几起工人及consultant 这里通常会出现两个问题 因为工人不是consultant直接聘请 consultant只能给指导 如果工人不愿意按照顺势去做事 我们很难去做action 第二 这些工人在他们的career上面 好像会有一个压力 因为一栋楼 他的感应就这么多 如果他是admin 他可能做了三年也是admin 做了四年可能还是admin 所以对工作上有要求 对薪水上有要求的人 Self management 请自己的staff 他的staff的mobility比较大 因为staff的career advancement比较没有什么空间 然后呢 对那个covid manager company 成本上比较高 但是他的好处是因为 他是权外保 所以工客对权外保 他们可以要求 他们的要求 可以先在service level agreement里面 而我们都需要按照service level 去服用我们的committed service 才能收到我们的费用 所以这三个讲起来呢 只有一个是有核业的保障 其他两个 然后几乎很难拿到核业上的保障 所以这就是他们过来的 保障的保障 我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每次收到我的 保障的那个账单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个东西 是sinking fund 而且我问一下 其实这个sinking fund是什么来的 我是很多年后我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大 晓得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 sinking fund呢 我们要在中楼图成储备金 所以当你去听储备 就比较清楚了 为什么我要去储备这一点钱呢 因为楼的account我们分成两个 一个是maintainance 一个是sinking fund 我先解释maintainance 这样才比较容易解释sinking fund 不过楼的regional maintainance 它是来自maintainance account去负责的 但是我买楼了之后呢 我有仪器 比如说这个仪器它20年就要更新 那么要换这个仪器的钱就来自sinking fund 我现在开始存 所以这个仪器20年之后 我需要total replacement 我要买一个新的 就sinking fund就可以付钱了 所以sinking fund大致上有四个功能 一 买except 比如说我要买电脑给我的功能用 sinking fund是可以动的 所以我要买桌子椅子 我要买我的treadmill 我要买我的ginx3D 都是可以动sinking fund的 第二 装备 比如说我的lift 我的摄降皮 我的futering system 我的滤水器 我的domestical 我的barm system 我的bomb bar system 当你要做major refurbishment的时候呢 它来自maintain 大家最常看到的是有气咯 我们楼建就了 气开始faded 我们又开始重新粉碎楼建 我们可以动的maintainmaintain 最后一颗就是 把力给maintainmaintainmaintain很大的capacity 也是很多最不舒服的是 所以Sinking Fund最主要就是 避免这些功能 Sinking Fund的来源就是 当我们要去设计我们的 Maintain Fund是给多少钱 Sinking Fund 通常就是 Maintain Fund的10% 所以如果我们投票决定 Maintain Fund是300块 那么Management 就会设计300加30 300就是Management Fund Maintain Fund 30块就是存起来的Sinking Fund 或Future用 在这边呢有个盲点 多数人都会讲 喂 Management Committee 你动用Sinking Fund 为什么没有AGM的批准 为什么没有EGM的批准 其实就好像我刚刚所讲到的 When Committee Member Deep Necessory a BIN 其实法律上 是没有限制 Community去动Sinking Fund 但是在常态上 因为Management Fund 跟Sinking Fund 是属于公共 每个业主去听的Public Fund 所以当我们动用Public Fund的时候 精神上的引导上 业主是有知情权 They should know Where my money will be spent 所以通常的 多数的分层管理都 有SATA建筑 他们都会开一个 General meeting 去跟业主交代 但是这个交代 不是拿Approver 只是给你明白 Where the money will be spent 当然 因为一些Building 他们会设置一些 Transform 比如说 3万块以下 Community可以批 5万块以下 水药可以批 超过10万 要业主公交通过 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设置 我们叫Additional Buy Law to Restrict 这些限制 最关键的是 我个人认为 不要设置到太确实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水、火、电 现在你的利益 不要等AGM 这样大家一起走楼梯 走到AGM来 比如说 Dunkkey现在爆了 没水了 然后你还要AGM approve 这样大家一起 不要用水咯 所以 只要是 issue发生在水、火、电 这些important and urgency的范围 我认为 应该给Community Members 还有所有的statutory compliance 现在MOMA要你 comply一些东西 就算是你开会 通票不通票 MOMA叫你comply 他只替我是门的 当然compound设例 你还是得做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人们就认为 不需要去拿Google 只是需要做了之后 上个文稿 做一个tout call 交代就好 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 这是我给你建议 以前我真的以为 Sinking Fun是痛快的 是的 某个程度上是 当你水火阻塞了 你是要痛的 就好像这样子的情况 我曾经在医院里面 问过你的 我现在我住家漏水了 到底是住户 还是Management Maintainance那一边 或者 那时候你就有说到 如果是在单位外 Maintainance负责 这其实是一个盲点 我可能这样解释 多数的传统做法 是看它的location only 如果它的location only 是 within the unit 多数的就是将你自己处理 但是如果它的location 是在public area comment area 就Management 处理 但是其实 Strata Machine Regulation 对于这一方面的解释 不是这样的 它是看Function 怎么说 这条猴 服务一个单位 这条猴 这条猴 所经过的所有的comment area 都应该由那一个单位 的soulmanitation 来负责维修 但是如果这个猴 经过你的单位 但是它service 末里有一个UV 它就属于comment猴 就是在你单位里面漏水 也是属于management fund的职权 去维修它 所以真正第三 不是location 是它的service entity 当它service single entity the single beneficent 负责维修保养 当它service multiple entity 就由comment fund来维修保养 这是法律的角度 那现在我们在tomment practical的角度 这条猴 从不然是一路去到我的单位 结果它在comment workway落水 现在水是practice 水是受害者 是走廊的 我是单位业主 法律上叫我负责 但是我不是immediate plenty 我不管 等了你出信了 我就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management没有办法 management就动用公款去修 所以很多楼 management不想得罪街坊 因为management committee 也是邻居来的嘛 很多management committee 就不想得罪街坊 全部进攻站 无形中就变成一个文化 当后来 我们开始要把事情做对的时候 当management fund 已经杀到干干的 没有钱的 需要业主付钱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有认识的误差 就变成业主讲 你一起搭给以前可以的 那时候现在不可以 换了family啦 你们吃钱 对对对 这种认识就会出来 所以我们建议的一贯做法是 先让业主知道法律的规范 就是他的service entity 是soul beneficent 还是multiple entity majority beneficent 之后呢才先跟他谈判 鼓励他来修 虽然从法律途径 我可以告他们的一定 但是因为是封管容易 大家都是街坊 所以这种告来告去的行为 在马来西亚是不不偏的 我不像你 所以很多时候呢 针对这样的问题 是需要有一个中间人 来把两方抓出来和谈 所以比较如何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业主他不肯修 是因为他证明 location发生在common property 不属于他 所以他不愿意付 但是当你解释法律的条款 多数的马来西亚人 只要你白纸A字 给他看清楚 他知道了他的法律职权 等他的责任 多数马来西亚人是可以接受 而愿意付的 少数的是shaven 所以当管理者他们动用公款 来 fix 这个问题的话 那个款就是来自shaven 如果是 Way and Pay 导致的利益 是来自maintainance account 但是如果是U2 Fairure 要整个replacement 通常我会动用shaven 还有分别 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 这个东西有点arguable 有一段时间 马来西亚很喜欢用蓝色的水红 它属于ABS 这种 它一旦老化 它就会硬 它硬它就很容易穿 所以后来的新楼 都不再用这个材料了 所以 旧楼的很多 用蓝色水红ABS 它经常会面对漏水的问题 而这个漏水问题 很多时候 你没有碰过它 只要是水 supply的时候 它有个pressure一来 才会爆 所以针对这个material 很多时候 我们的建议就是 动用性硬法 Dotal replacement 目前 整动楼Dotal replacement 没有钱 就一层一层楼就有个place 这样就可以达到 解决这个漏水问题的结果 整个人不知道 其实楼 尤其是高楼 当风吹的时候 楼是会摇摆的 当你摇摆 但是不是摇摆 20度30度 啦 高楼的 它的摇摆 可以去到一个m的 五度摇摆 但是你没有觉得 所以当你的半的material 是很确实的 当龙摇摆的时候 它会扯到 它容易烈 如果我们只有material choice 所以它一会儿 就容易摇摆的时候 就导致它的链 漏水问题 所以新楼都几乎 我先讲 首先马来西亚 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说NPM是违法行为 因为NPM其实是一个platform 它只是一个广告平台 让大家去等广告 去出租它的单位 然后出一碗 两碗 或者是更短 然后 但是呢 马来西亚National Land Code 对于这种short term related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只要不超过三年 你就不需要去做了一些水平 毕竟Land Office 做Land Leasing Registration 也就是说National Land Code 并没有阻止 租short term 只是很多情况下 当你租这门short term 很多人不去前tendency adjustment 所以它的功能 就有点像Hotel 但是它又没有Hotel的一些服务 所以 争论就出现在这里 你看 他来租一晚 他进入这个单位 它是residential behavior 还是commercial behavior 对于那个Tiger来说 是来睡觉的 他不是来做生意的 所以相对在另外的角度 我们来检讨 现在因为NCO了之后 很多人把家里 变成studio 现在马来西亚很流行 什么 上门解脱法 对对对 这样我的家是 变成我的理发中心 变成 research area 很多人像家里做YouTuber 但他在家里是 在他的录音室 在他的家里 是变成commercial purpose 所以 所以 AP&A的GaX 它进入一个Unit 它是没有commercial activity 那commercial activity 是把它邀请进来的 Marketing campaign 但是使用者来的 它是正常的 正常去用你的Jit 正常在你家睡觉 所以它是没有commercial activity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个人是不反对PAP&A 我个人啦 但是因为法律没有 PAP&A的guide line 所以我认为 SWATAR building 需要去regulate它 例如 对方 如果用PAP&A的 Documentation 我住了两晚 那么对方 执行者需要通知 management 我们有一个新的GaX 我两晚 Management要awake 他必来 在这一方面 然后Management 要有一系列的操作 去PAP&A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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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也有责 我们先告诉他 这个建筑的House Roo 就比如说 去游泳池游泳 你必须要有 PAP&A的水泥和台湾 不是牛仔裤 穿西装套 跳下去 而且是很多 每个GaX的导致 这样的东西 然后另外的角度呢 是这样的 其实这里是法律 对身体带 很多人认为 Tainant 或者是short term tenant 或者是Tainant 去使用commercial activity 就是一种Wear tenant行为 答案是没有错 但是呢 如果大家去PAP&A 当一个Tainant 他付租金给了 Lanlock就把这个 它的单位的使用权 或者Possession right 转让了给Tainant 所以这个Tainant One day tenant 或者是 One year tenant 或Two year tenant 他 should enjoy the similar right toLanlock 那么Lanlock可以去游泳 为什么他不可以去游泳 但是呢 因为我做的是短足 所以他可能是 针对Facility来做的 所以他使用Facility的 frequency就会很高 但是 这个没有影响 他用Facility的权利 所以Management 应该去regulate 使用Facility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就比如说 我们要限制时间 限制使用的力量 甚至是限制一些 不规范的行为 不应该在使用的时候出生 发生 例如我喜欢喝酒 这酒在游泳池游泳 可以吗 我虽然游泳技术很好 但是这个酒的行为 就不应该 我 比如说 我们很吵 我在游泳舞台开Party 我吵到影响到邻居 这样我应该怎么去 约束我的Party的行为 这些都是属于在 豪富的比较下心事 所以整体来讲 Airbnb在哪下 不属于规范 也不属于合法 但是呢 高等法庭 授权 Under Strata Management Act 就是这个法律 在我们Section 7 Section 2 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 Create Bylaw 或Behaviour Management 而且 高庭 Acknowledge 只要是75%的业组 出席员会 通过的 不允许 RUN ABA 这个Short-Term Renter 那么 Operator 就不应该再做了 所以 大法律 没有阻止 但是 房屋 建立的房屋 可以 针对业主的 preference 去修改 来限制 而且受到高庭的承认 是这样 所以呢 我真的是有一次 我记得几年前 我去一个 应该是公园 应该是公园 或是公园 它有些 严禁任何 Airbnb的 那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呢 就好像我刚才讲到 其中一个 property law 的问题 因为马来西亚 property law 它有两个 我们叫 planning 的副格 一个叫 Density control 一个叫 Promation management 大家听到可能有点怪怪的啦 简单来说 一个就是 housing development 一个是 commercial development 只是现在马来西亚多了一个叫mixed development 所以这个楼下面是 commercial 楼上是很重的 这个楼呢 在市立会的 registration 是 commercial 去阻止这一类的行为 就有点怪怪的 但是很多消费者买楼的时候呢 他并不知道他买的是 commercial purpose 他就证为这是 resignation purpose 他就去阻止 一系列的 commercial activity 所以我认为 我们需要这样 业主认知 你买的是 resignation purpose 还是 commercial purpose Resident purpose 我认同禁止 因为他是 for residential use only 但是 commercial purpose呢 我不鼓励禁止 但是我鼓励 去 come up with set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去 manage 因为 commercial purpose 它有 investment activity 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去禁止的话呢 可能你会引发另外更少的事 所有的investor 集中起来出席联会 去改务 所以基本上就是 residential owner 跟 commercial owner 在洞吧 所以一个房间呢 只要出现这种洞的 这个房间就很难 run 所以和谐 是一个房间里面 要达到的公司 所以做不做 最专箭的问题就是 也没有 rules and immigration 去规范的satainment 去安抵它 这样做的话呢 这个房间会有别的 我相信大多数住 condor apartment的 有些人都会遇到 拖欠管理费的问题 是 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自己的 本身 apartment 真的是有两三户 真的做起五位数的 都会有 到达五位数的 就是不同的blog 肯定会有一两个unit 这样子 我想管理层好像都拿它们 没择 其实管理层这个问题 管理层最大的权限 他们可以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么说 Satainment 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前线 但是呢 Propery Management Management Committee 跟朋友公司呢 基本上讲是毒牙老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去 Tag Action 但是Enforcement Capacity 是四十一倍 但是虽然是这么说啦 Under Sata Management Regulation 2015 大家去看 3rd schedule Aerodact 6 它里面有7个step 可以这样我们去追考 欠款的 也就是说 当业主没有准时交管理费 我们是可以上一个 Defroper list Market也叫Shenful list 你欠钱 你什么单位 谁欠多少钱 我们可以在 Unting Limited Notice Port 上 给大家觉得不舒服 这是另一个 第二呢 如果它再不给钱 我们就可以 send up notice 如果是JMD 就是POM 11 如果是MC Mation Corporation 就是POM 20 send up 他再不给钱 我们就可以去 Block它的 Assess卡 我们可以Block它 用Common Facility 就比如说 他欠钱 我们可以阻止他使用链 Aerodact 6 是要变费来run的 所以Blocking Limited 我們是可以禁止它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放送 刷牌名称Tribuner 由Tribuner Light Award 我们让它给钱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Warrant Attachment 就是Pine Line 它的非普通产 或者是最后 我们可以透过法力阶段 把它告上民宿数控的Sever Suite 这些广告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不是每一个楼都是你管的 大体上管理个楼 我发现到 大概30%的业主 是他们认职 对法力有认职 他会准时给钱的 但是呢 大概40%的业主呢 他们是属于需要被提醒类 你准时提醒他 你很有系统的提醒他 你就准时拿到钱的 大概三层是属于比较stubborn的 而这边里面呢 15%只要你创造的提出提醒 你上了Deporter List 他就来给钱 只有最后的15%呢 是那种很费力 我们叫stubborn的Deporter 不过呢 他stubborn很多时候呢 你要去看 我们处理的Case 就怕失业了 他没有做 所以他给不起 就是他不要给 或者是两夫妻 一个过场的 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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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给他Deporter 他会是一个叫 Human Approach 的Installment Package 让他有钱来给 有非常少数的事 讲理不给你 讲情不讲情 就法律圈 就把它告上法庭 就Process了他的努力 所以多数呢 只要有做基本功夫的Building 要收个80%不单 把很多公司 连基本动作都没有做 所以他倒是收不到 跟另外一个原因 业主为什么不愿意给管理费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我们这么说 因为他 他不觉得他得到服务 他不满意 所以他也不付钱 来管理费人的Quality 结果费人的Quality 没有了收入 他也没有办法去跟 服务的管理费人的Quality 因为他没有办法付他钱来 所以他只能砍Quality 结果 Deporter就更生气 因为服务更差了 他就更不愿意给钱 所以他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大破这个循环 就像业主知道 建议的Condition 建议的Financial Condition 也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要出席会议 因为会议就是报告这两个 重要Information的一个 重要场合 但当你不出席联会 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就认识什么都会 因为你不了解他们面对的难处在哪 所以解决Deporter的其中的东西是 Transparency 第二个是Evanance 第三个是 要有一个让业主可以相信的 Action Plan 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都需要合理的预算 所以还是业主你不给钱 我怎么去Demand Service 所以SATA Management 对Deporter的要求是这样 Individual要先复费了他的责任 就是交公款 管理费是公款备用的 当管理费有了资金 他才能登入这些资金 去Demand for Service Demand quality Engaged for Services 所以它是一个良心的学怀 要从这里做起 我想问是 其实这个是允许的 之前有 我就说我们那边 我的那个公民那边 就是有住户 就是欠那么多 很多年线 有其他居住户 他们就吵咯 为什么这个住户欠的 他们就施压叫Management 你其实应该要去锁他的水 Management有这个缺制限的 应该是这么说 水跟店 是万方有什么 水跟店是Essential Service Essential Supply Management没有权利锁随手店 但是我们可以要去 IOS Lamore跟T&B来锁随手店 Management本身没权利 但是我们可以在公司来做 因为 为什么呢 政府这样的考量 如果这个病人他在家里 他是牺牲病患 你关水关店 你死人的话 他正在用着Live Support 他们会帮忙自己正常呼吸 所以他需要靠 Defibrator来提供那个 氧气给他 你管店 所以政府在这一方面呢 他有authority来出 Supply店就是P&B Supply店就是IOS Lamore 所以我们可以要出他们的配合 Management本身是有这个选择 但是Management可以透过 Block Access Card Defined Use of Common Percy 来赞业主 Complight AGM 因为我个人很惭愧的就是 其实我每次都没有出这个 这不是个 这不是常态 这是常态 其实要怎样去鼓励 让更多的单位 就是那个owner 他们要多参与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发现到 Stratum Building 不管了为的9分 几乎都来自认知的误差 所以为什么大家不出现AGM 是因为 他认为我给了管理费 I've done my duty 而且每次的General Meeting 都变成是一个大杂会 在吵架 所以大家觉得去General Meeting 很累 其实我的鼓励是 大家不要把General Meeting 当作是一个开枪拔炮的地方 反而是把它变成Construct 变成Constructions 比如说 你为什么不满意 不是去Demand他道歉 而是你应该去Dem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怎么样才能做到 这个满意的程度 那做到这个满意的程度 你需要多少预算 你需要怎样的人力支援 来谈 而不是去卖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General Meeting 因为大家把它变成 一个负能量产的 所以要怎样 General Meeting 变成一个多人来的 它必须属于正能量产的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的Abilement Management 必须报告 Unique Condition 必须报告 Unique Financial Condition 这样业组指导 而在整个过程里面的 一个关键词就是 合理 所以在多数的不出现 General Meeting 是他看不懂 会计审核报告 他也听不懂 一看不懂 他就觉得很Boring 去也没有用 当大家在讨论 怎么去维修一个 义气的时候 他本身对义气 也没有认识 他又听不懂 所以他觉得 去一个正能活动 听你讲一堆数字 他也听不懂 你讲一堆技术 他又听不懂 所以他觉得参与很累 不要怎么去提供 这样一个人来 他必须把 人的理性 必须 尽量用白话来行动 不要这么多技术的夹根 让业主听得明白的版本 去把报告简单化 让业主有参与感 因为我觉得 有参与感的业主 他就乐意来 但是很多时候 人的Making 就变成是一个 你不要问问题啊 你比你来做 就变成大家都不想去 我觉得 要鼓励更多Attendance 应该是从Awareance出发 从理性 跟什么是合理的服务 什么是合理的价位 整个Making 应该带有正能量 尽量摆华去解释 这样业主明白 我给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哪里 而这些钱用了之后 得到怎样的Quality Assurance 从这方面来讨论 我觉得这个Centervative 会比较更合理 可以达到Solution 很多人不要去Centervative 也是因为 其中的也就是 不明白你在看着 所以怎么这样 人家明白 A agenda 和Content 又回来Per Minus 所以Per Minus Centervative 地域 Centervative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到的 这样这个 General Meeting的人才会念你来 还有最后一个 Notice要找你给 即将给到 他只要回家都看到 即是有Making了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做General Meeting 他们是做Minimum Notification Period 很多时候 General Meeting完了 你才收到你的Notice 或者是你收到Notice的时候 你已经不够时间去给管理费 所以你已经成为一个Deforter 所以你都Deforter了 你都没有投票权 你也不想去的 所以尽可能把Notice Period 拉长 像我们的那个Process Services 有足够的时间 把信交到业主手上 业主有时间打开那封信 看 这样我觉得这样才更加好 第二个呢就是 法力没有Cover的Digital Platform 我发现到很多Digital Platform 可以让业主更快知道 Making的东西可以做Making 所以可能透过这些技术上 提早投资 要把整个会场的正能量带出来 我相信很多业主是愿意出钱 但是这个不是我讲的算 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是要改变这个环境的认知 所以这是要有时间 因此